明朝皇帝姓朱与朱谐音,那明朝人管朱肉叫什么? 古人对于名字看得很重,所以名字中往往包含一个家族的辈分,是要宰入族谱的,所以什么时候叫名,什么时候叫字也是很有讲究。 如果当皇帝跟动物谐音之时,必须得避开,否则你过年了说杀朱了,那么就是说杀朱了。 在明朝时期,这是要造反的节奏了。 那么明朝时期,古人如何避开朱,朱这个词类,根据文献记载,特别在明朝的时候,朱一般用字,Z是SHI等字眼代替,所以问题就解决了。 当然对于大部分明朝皇帝而言,只要不是谐音其实也无关紧要,但是传说诸后照在这件事情上就有点夸张了。 正隔十四年,唐伯虎看清了宁王朱晨豪的真面目,装疯卖傻躲过一劫,因为宁王反了。 住在紫禁城里的朱寿,也就是皇帝朱后照,听到这个信息开心坏了,因为他打算御驾亲生。 大军徽军南下,结果走到半路,听说有个叫郎扬明的人,已经把宁王干掉了,朱老板很不开心。 但是朱老板反过来又一想,自己御驾亲生,其实只有一个目的就是,玩,既然打不成仗,当不了将军,那就不如在江南玩玩。 沿途地方官听闻,不敢怠慢,好吃好喝地招待着,可能是因为出师不利,朱后照老板一路上心情始终不好, 在一次宴会上,他看着满桌的美味佳肴,却丝毫没有兴趣,尤其是看见朱咒,更是让他大发雷霆,朱,不就是朱吗? 这肉怎么能吃呢?于是马上下了禁桌令,据万利也获录记载,那条盛侍内容是这样的。 赵内容是宰珠,顾寻常通事,但当觉本命,又兴自义阴同,旷时之随生疮疾,身为类别,为此省欲中央,除牛羊等不由外,行将使生不许喂养, 及一脉宰杀,之若故为,本范并当房家小,发极边永远充君。 你看,这条圣旨还是蛮狠的,或许你以为这是阎史记载,七十名书五宗本纪,九月,上旨及五宗朱后照次巡视到宝定河北省清院县寄民间养朱,这卫令。 明十路五宗十路,上寻姓所至,近民间续朱,远近屠杀殆尽,田家有产者,西头朱水,这发配充君。 猪老板之所以不许养猪吃猪肉,猪,猪童银是猪要的,最次要的是他本人输猪。 可是,接下来的问题尴尬了,猪,牛,羊一直是祭祀的贡品,叫太老,如果没有猪肉就不合理法,对祖宗不敬,万一猪家列祖列宗怪对下来,可吃不了兜子走。 同时,吃惯猪肉的猪老板也很不习惯,于是几个月后又解禁了禁猪令,但是却把猪的名称给改了,叫制,或者囤,总之不能叫猪。 但是,猪家的猪祖列宗还是很生气,于是一年后就把猪后照带走了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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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